本期节目将为大家带来 美国防市风险程度高 主要集中在三大洲 非法操纵3000多只美股 26名中国牛伞被罚5亿 经济学家警告美国人 断崖的苦日子正在断崖 美国先起禁欲潮 超80%民众认为国家情况很糟糕 美国国税局2000多万份申报单积压 下面我们进入详细内容 房地产数据公司ATTOM近日发布了一份特别的住房风险报告 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 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州内陆 是风险最高的市场集中地区 纽约市和芝加哥地区的集中群最大 而大多数南部州的风险程度较低 2022年第一季度评估 基于住房负担能力、水下抵押贷款、止赎活动和失业率 报告显示 前50个县中 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州有34个县 最容易受到潜在下降的影响 风险最高的50个县 包括芝加哥大都市区的8个县 纽约市附近的6个县 和遍布加州北部、中部和南部的10个县 其中包括芝加哥及其郊区的8个县 和纽约市大都市区的6个 包括新泽西州的贝尔根县、埃塞克斯县、海洋县、帕塞克县、苏塞克斯县和联合县 费城地区的3个是费城县 加上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和格洛斯特县 都在第一季度处于风险最高的前50名之列 另外 加州有10个县进入前50名 位于该州北部的比优特县、圣华金县、沙斯塔县和索拉诺县 加州中部的弗雷斯诺县、金斯县、马德拉县、莫塞德县和斯坦尼斯劳斯县 以及该州南部的可恩县 这50个高风险的县中有25个县的中卫价独立房的拥有成本 消耗了当地平均工资的30%以上 有22个县至少有10%的住宅抵押贷款处于水下 在全美范围是6.5% 有29个县有超过千分之一的住宅物业面临指数行动 在全美范围是1,795分之一 另外 有29个县的失业率至少为5% 而全美的失业率为3.6% 近日 一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处罚公告引发市场关注 其中提及包括26名中国参与者需要支付超7500万美元 公告称联邦法院公布了对参与操纵美国上市公司股价的中国投资者的判决 其中16名被告和10名救济被告分别需要支付罚款7,350万美元 150万美元合计折合人民币超过5亿元 根据SEC此前公布的信息 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 上述中国投资者操纵了至少3000只美股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 并获利超过35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2.34亿元 SEC所提及的股价操纵 可以解释称这些人通过制造了对这些股票的交易兴趣和活动的假象 从而通过人为推高或压低股价这些行为来进行获利 可谓是割韭菜的经典操作 SEC列举了他们通过多账户的方式进行交易 其具体的交易手法是 用部分账户下单几笔小额卖出指令 以达到压低股价的目的 同时并利用另外账户进行逢低买入大量股价 随后这一方法被循环反复 直接累积了较大的利润 直到案发之日 这些人共计获利已经超过了3100万美元 SEC表示 这些人参与一项庞大的操纵计划 并不遗余力地逃避侦查 把交易放在多家经纪公司开设的100多个不同的交易账户 并提交伪造文件 以其他人名义开设新账户 据中国方面消息 今年以来 中国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 已经发出逾百张行政处罚决定书 从违法违规类型来看 信批违法类 内幕交易类较多 其中 今年以来 针对内幕交易类违法违规案件 一案多查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不仅内幕交易实施人会被罚 故意泄露内幕消息 或推荐他人买入的人也会被罚 美国人虽然正在感受通货膨胀的痛楚 但也许这还不是真正的苦难 许多经济学家预言的经济断崖可能正在到来 加拿大安大略省归尔夫大学经济学教授 麦基特里克 本周接受采访时认为 下一阶段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而且根据以往的先例 情形会更加严峻 麦基特里克说 通货膨胀危机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金钱换绝 即人们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有钱 当新增加发放的货币进入经济流通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新冠大流行时发放的救济金 就是这种情形 但新增美元流通量猛增 导致已经在流通的美元贬值 这引发了第二阶段令人不快的现实开始 人们意识到涨价让他们买的东西更少了 他们开始削减开支 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 企业也在削减开支 越来越多的公司 比如科技公司正在裁员 其他公司 比如加密币货币交易所 甚至取消了为他们承诺的新雇用合同 麦基特里克警告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危机的下一阶段 艰难的讨价还价 员工要求更高的工资来抵消通货膨胀 而雇主抵制 因为他们也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第四阶段是减薪 必须有人妥协 麦基特里克认为 虽然美联储应对通胀的行动落后了 但它仍然可以通过改变 人们对经济的形势的预期而发挥作用 如果美联储能够让人们相信 物价至少会停止大幅上涨 那么就会消除很多的通胀压力 人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现有的价格 而不要求更高的工资 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素韦德案的裁决之后 禁欲开始在推特上流行起来 在社交媒体上 发起全国性性罢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禁欲一度成为推特上的热门话题 截至到25日下午 推特上已经有超过2.69万条禁欲推文 一位推特用户写道 美国妇女们宣誓吧 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素韦德案 我们不能冒意外怀孕的风险 因此我们不会与任何男性 包括我们的丈夫发生性关系 除非我们想要怀孕 据国会山报26日报道 在美国最高法院投票决定推翻罗伊素韦德案之后 各州开始根据这一裁决制定或实施相关的州内部政策 根据古特马赫学会的一项分析 全美共有22个州将禁止或限制堕胎 另有1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制定了保护堕胎权的法律 CBS的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80%的美国民众认为国家当前的情况很糟糕 仅19%的人认为情况良好 报道称 调查是在6月24日至25日 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堕胎宪法保障之后立刻进行的 要求受访者说出这项决议和国内整体情况的看法 调查显示 民主党人尤其不赞同这项决议 导致他们对国内整体状况持更加严厉的批评态度 而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整体指标 截至到目前 只有19%的美国民众认为国内状况良好 美国国税局本周表示 该机构仍需处理超过2100万份只制纳税申报单 由于难以处理积压的税单 许多美国人的退税被拖延 全美纳税人权益倡导者爱琳·科林斯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截至到5月31日 国税局仍需处理2130万份只制申报单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 当时有2000万份未处理的只制申报单 尽管去年90%以上的纳税人 应国税局的要求以电子方式提交了申报单 但仍有约1700万份纳税人提交了只制文件 加剧了申报单的堆积 通过邮件提交只制申报单的美国老年人比例很高 因此一些提交只制申报单的纳税人 不得不等待异常长的时间才能收到退款 等待时间通常超过6个月 报告显示 一些美国人已经等了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不过在一份声明中 国税局对全美纳税人权益倡导者提交的 纳税申报单积压数字提出了异议 认为实际积压数量接近1900万 比去年的水平略有下降 国税局本周早些时候宣布 即将处理2021年收到的 所有没有错误的纳税申报单 然而财政部的一名官员 在周二的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 该机构需要处理的 2022年积压的申报单 大约是正常情况下的两倍 这让员工着重于 2021年更紧迫的积压申报单的结果 这位知情人士说 这些没有错误的纸质申报单 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处理完毕 堆积如山的未处理的退税 源于与大流行相关的中断 包括工人短缺 管理数百万张刺激支票的兼具任务 以及适应不同的 新冠救援方案中的其他税收变化 如提高儿童税收抵免支付 除了加大招聘 处理原始申报单的员工 今年加班时间约为50万个小时 约有2000名员工 从该机构的其他部门 转到了处理申报单 国税局还制定了到2022年底 达到健康积压水平的目标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焦点新闻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